以后把木瓜买回来,就不要直接去皮吃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木瓜非常好吃的新做法 做好的木瓜汤,汤汁浓郁,味道鲜甜 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热,真的非常适合偶尔做一下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给视频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谢谢大家 首先,咱们先准备几颗干的香菇,放到温水中泡发 然后再准备十几只鸡爪子,用剪刀修剪掉脚趾夹 这样在吃的时候才不会影响口感 然后再准备一根猪排骨,直接把排骨剁成小段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木瓜 咱们在挑选木瓜的时候,尽量不要挑选那种太熟的木瓜 如果是太熟的话,木瓜就特别容易被煮烂 也不要把木瓜挑得太生了 太生的话,木瓜偏硬,口感也不好 把木瓜对半切开以后,挖除掉中间的籽和瞑 然后再把皮给去除掉 最后再把木瓜切成小块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些配菜 一块老姜切成薄片 所需要的材料就只有这些 接着起锅,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直接放入排骨,鸡爪和几片姜 把水烧开以后,打干净表面的浮沫 然后继续煮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再把鸡爪和排骨放入温水中 仔细地清洗干净 洗好之后,再准备一口砂锅 先把鸡爪和排骨放入砂锅里面 放入剩下的姜片和几颗红枣 再放入十几颗莲籽和花生 淋入一些料酒去腥 再倒入一壶的开水 然后再把泡好的香菇也一起放进来 盖上盖子,烧开以后炖煮30分钟 30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倒入一小勺的盐和鸡精调味 再把切好的木瓜倒入砂锅里面 继续盖上盖子,炖煮15分钟 15分钟以后,撒上碧绿的葱花或者香菜 增加一下香味就可以了 这样做好的木瓜鸡爪汤 汤汁非常的浓郁,味道特别鲜美 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喜欢视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支持一下哟,谢谢大家